第八十四集 书接上回 接说着一段射雕英雄传 上回书说到 这个郭靖 在金中都北京啊 瞧了一个星星 什么呢比武昭亲 这会儿来了一个公子爷 有几十个呀 仆人陪着他 他呢下马来到圈中 他问这牧义 比武昭亲都有什么样的规矩呢 牧义呢 要给他讲一遍 凡是三十岁以下上位娶亲的 就可以 哦 这公子说 那我来试试吧 郭靖一瞧这位公子容貌尊美 看年纪呢 也就是十八九岁 一身紧袍服饰啊 极为华贵 他心里想这个 这公子啊 跟这位红衣少女啊 倒是一对 幸亏刚才啊 那和人 还有那胖老头武功不济 否则呀 还麻烦了 那红衣少女那么尊美 哪能嫁她们呀 牧义呢 抱拳陪笑 哎呀 公子爷 您取笑了 公子一听 嗯 怎么是取笑呢 牧义说 小人妇女是江湖操忙 怎敢呢 跟公子爷放对比武呢 再说呀 这不是寻常的赌胜教义 事关小女的终身大事 请公子爷见谅 什么意思 第一 我们不敢跟您打 真说打伤了 我们担不起这责任 再说 您这不拿我们开心吗 穿得这么好 带着好几十人 随便出门几十个人陪着 这什么事派这是 您能要我们这么一丫头吗 可是这公子啊 看了这红衣少女一眼 你们比武招亲几天了 牧义说经历七路 已有大半年了 嗯 公子很好奇 难道竟然没人胜得了他吗 这个我却不信 牧义呢 微微一笑 公子 想来武艺高翔之人呢 不是已经娶了媳妇了 已婚 就是不屑呀 跟小女动手 公子说 来来来来来 我试试 我试试 说着缓步啊 就走到了场中 牧义一瞧的 人品秀雅 风神俊朗 心了想 这个人呢 他若是一个寻常人间的少年 倒也和我的女儿相配 但他是个富贵公子呀 此处是金人的京师 他父兄 就算不在朝中做官 也想必呀 是有财有势之人 我的孩儿若是胜了他 难免的另有后患 我要是被他得胜了 那么他 怎么能跟我们这等人家结亲 可话说回来了 我又怎么能跟这等人家结亲呢 他家里不有钱吗 那也不行啊 我们是汉人呢 他家中必是金朝当中的官宦 想到这儿啊 他还懒 说小人妇女啊 是山野草莽之人 不敢与公子爷过招 咱们就此别过了吧 公子乐乐 哎 切梭武艺点到为止 你放心 我绝不打伤啊 打疼你的姑娘便是 转头啊 又对这少女说 姑娘 只想你打到我一拳 就算你赢了 好不好 那少女啊 那少女啊 倒是很好强 说比武货招胜负自虚公平 人群人群啊 人群当中啊 当时又有人哄起来了 快动手吧 早打早成亲 早抱胖娃娃 围着这桥热闹的人呢 又是一阵哄笑 那少女啊 皱起眉头是寒称不语 打这儿说把身上的披风啊 二次脱下 先向这个公子啊 微微万福 公子呢 但是很支礼 身全还礼 微笑而道 姑娘请 沐一心了话 说这公子啊 一瞧这仕坝 跟这么多人 想必是娇生惯养 他能有什么真功夫啊 尽快的将他打发来 我们还是赶紧出城 免得呀 多生是非 公子 那请您宽了长大的外衣吧 这个公子微微一笑 不用了 嗯 慢说是沐一 和这个红衣少女 就是围观的这些人啊 都想 你呀有点拖大了 怎么 刚才大伙都瞧见 红衣少女的功夫了 心想你如此的拖大 待会儿有苦头好吃 有的呀 也说 沐家妇女呀 是走江湖的人 她怎么敢得罪 王孙公子呢 必然是好好的打发 不能叫她失面子 也就说成心输得个一招半事的就得了 也有人悄悄的议论 你以为这个是真的比武招亲吗 这个啊 就是骗钱 哎 她仗着这个闺女长得美貌又有武艺 那么人俩出来呢 是骗财骗色 这个是江湖上打虎放鹰的 这位公子爷呀 嘿 可就要破财 为什么 这钩吊的就是这样的大鱼 大伙议论着这个少女说 公子请 再瞧这公子 衣袖青斗 人向右转 左手衣袖突然 就从身后啊 扶向了少女的尖头 可就动手了 红衣少女一瞧这位公子出手不凡 微微一惊 往下一扶身 往前一蹿 从她的袖底躲过 哪知公子爷这招数好快 她刚从她的袖底钻住来 右手衣袖已然 视斜进风 就迎面扑道 这一下姑娘 身前也有袖啊 是头顶也有袖 双袖夹击是再难躲过 姑娘呢 反应也很快 左足一点地 伸的是四肩离弦 蹭的一下向后急跃 这一下 变招救急 身手敏捷 公子喊了一声 好 踏步进招 不等姑娘双足落地 跟着 又是一歇大秀啊 可就抖向了姑娘 少女呢 在空中扭动身子 左足飞出 踢对方的鼻帘 这是以公为首的方法 公子爷呢 不带公敌 只得向右 跃开两个人 是同时落定 这公子这三招啊 攻的是快速一场 而少女这三下 闪避 也是十分的灵动 二位各自 心中佩服 就互相望了 这么一眼 红衣少女脸上一红 可就出手进招了 这让这三招啊 也就是个礼数 皆因为 他是一位贵公子嘛 两个人这一斗啊 斗到极处 只见这个公子 满场游走 身上的锦袍呢 是灿燃声光 红衣少女 进退驱闭 红衫将群 似乎化作了一团红云 两个人不雅如 插花蝴蝶的厢房 走行门迈过步 打的是真好看 郭靖在一旁边啊 越看越齐 心想这两个人年纪 瞧着跟我都差不多 往上大也大不上一岁去 往下小黑也小不下一岁去 竟然呢 都练成了如此的一身武艺 实属难得 要看他们俩人年貌相当 模样也都好 他们二位啊 能够结成夫妻 真得说是一段佳话 两个人除了过日子 闲下来的时候呢 哎 每天也就如同今天一样 这样的比武招亲 那倒也有趣 他呢 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 正看得兴高采烈 忽然间一看公子的长袖啊 被那少女一把给抓住了 两下里一夺这么一时劲 吃的这么一声 这袖子半截啊 让红衣少女给扯下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王月波演播的评书版 射雕英雄传 欢迎下载云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红衣少女呢 向旁边这么一跃把半截袖子往空中这么一扬 沐浴呢 赶紧上前 哎呦公子爷 我们得罪了 得罪是怎么句话呀 第一啊 就是说我们损坏您的衣物了 扯了您的衣袖了 暗含着这句话呢 可就是您已经输了 我们赢您了 紧跟着转头啊 冲女儿说 这就走吧 公子爷把脸往下都闭沉 历生喝道 哎 咱们还没分胜败 双手一抓自己的袍子一斤 两绑一用力向外这么一扯 咔啦一下 紧袍之上的玉扣啊 四下衰落 他把衣裳给裂了 跟着他好几十个仆人呢 有的人就走进场里边 帮他呀 把他裂下的这个长袍 就给接过来了 另外一个仆人呢 就从地上把这玉扣也给捡起来了 再一瞧啊 公子爷长袍里边穿着 胡绿色的段子的中衣 腰里边 腰里边塑着这么一根葱心绿的焊筋 刚显得他是面如冠玉 纯入 图丹 就瞧他纵身经过来 左掌向上甩起 须批一掌 这下 可显得真功夫了 逆股灵力呀 尽急的掌风 就把少女身上的那个医生袋 震的都给飘起来 这一来呀 郭靖和穆逸 还有那个红衣少女都失一惊 怎么 刚才闹着玩 没练真功夫 这一掌瞧出真功夫了 瞧不出 这相貌秀雅之人 功夫竟是如此的狠了 这会儿啊 这公子也不让着了 掌风呼呼 打得兴发红衣少女呀 欺不进他身旁三尺 郭靖和就瞧明白了 这公子功夫了得 这姑娘啊 不是敌手 这门亲事啊 行了 做成了 代替双方欣喜 怎么 姑娘一会儿落败 那你就得嫁这贵公子 可又一想 六位师父常跟我说 中原的武术高手甚多 今日一见哪 果然不错 这位贵公子 长发奇妙 变化灵巧 倘若是跟我动手 我多半啊 打不过人家 穆逸呢 也早就瞧出来了 双方强弱之势 高声喊叫 宁儿 不用比了 公子爷呀 比你强得多 心了想 这个少年武功了得 自然不是啊 吃喝嫖赌的顽固子弟 待会儿呢 我还真得问明他的家事 只要不是金国的官府人家 便结了这门亲事啊 我的孩儿也算是终身有托 所以他这连声呼叫 要二人霸斗 但是呢 男女二人斗得正极 一时之间 哪儿就歇得了手啊 这公子想 这会儿我要想伤你 是易如反掌 可是有点舍不得 忽然间 他的左掌变为抓 随手勾出 就已然抓住了少女的左手腕 少女一惊之下 立刻向外这么一争夺 公子顺势的轻轻一送 少女立足不稳 这是借他自己的劲 摔着自己 眼看着呀 身子往后一仰 就要跌倒 公子呢 已然算好了 他要往后躺了 跟着上自己的右部 伸自己的右膀臂 这么往他腰里 这么一抄捧 可了不得了 就把红衣少女啊 搂抱在怀中 哎呦这一下 长街之上众目睽睽 围观的众人哪 轰然一片喝彩 有的可就起人哄了 哎呦 抱上了 嘿 当时一阵喧闹是乱成一片 这个红衣少女之臊的 满脸通红 他不是在贵公子的怀里吗 声音很低 他就求他 快放开我 这个贵公子微微一笑 你叫我一时亲哥哥 我就放你 这个少女呢 恨得轻薄 用力这么一挣啊 但是反而被他紧紧的搂住 哪能够挣得开啊 木屹啊 赶紧抢上来 哎公子公子 公子上了 请放下小女吧 这公子哈哈一乐 哎 仍然是不放手 这少女可急了 一抬腿呀 飞脚 就踢向贵公子的太阳去 要叫他不能不放手 这公子呢 不是用右胳膊抱着他吗 现在右胳膊这么一松 举手这么一挡 反弯勾出啊 倒是把他的身子放开了 就是就拿住了 他踢过来的这个右脚 他的这个擒拿功夫啊 感情已然是得心应手 擒万得万 拿足得足 这个少女更急了 虽然说他松了手了 但是脚 让他给攥住了 这可了不得了 怎么 这个过去啊 这个女子的这个脚啊 很主要 不能够让男子啊 见着啊 更不能碰 哎 如果说手脚让男子碰见了 或者看见了 那就算失节呀 哎 这过去有个故事啊 啊 这个景台会 是不是啊 这女的呢 打水 打水 他怕袖子呀 这个 湿漏 他就把袖子呢 挽起来了 露出来 不偶相似的两截玉壁 他打水 这个公子呢 书生呢 他是逃水吃 他往景台上一走啊 这个打水的这个姑娘呢 一抬头 再想躲 躲不开了 可是呢 两截玉壁呢 已然被这个书生啊 给看见了 怎么样啊 这就算失节了 就跟这个书生说 说我已然失节于你 我的肌肤被你瞧见了 你呢 就得娶我 这公子说 我都娶不了 怎么呢 我有媳妇 我有老婆 有孩子 哟 这女的一听 她坏了 但我已然失节了 你又不肯娶我 怎么办呢 回到家中 把自己的胳膊 给剁下来了 那过去人呢 就这么封建 那您说 瞧瞧胳膊 就把胳膊剁下来 就非要嫁人家 那要现在到游泳池呢 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的社会啊 跟过去不一样 但是这个脚啊 在金颂时期 那个少女的脚 哪能让男子给攥住 那么这个少女呢 大惊之下 她呀 就要往外争夺 这个公子呢 倒是不啊 紧着 哎 攥着她这脚 轻轻往外一送啊 眼见少女立足不稳 这个少女啊 更着急了 奋力的把自己的脚啊 要抽出来 可是呢 虽然说 挣脱了 这个公子爷的怀抱 扑通一下 坐在地上了 但是 脚上那只 绣着红花的绣鞋呀 竟然离足而去 被这个公子啊 给摘下来了 当时 红衣少女 坐在地上是含羞低头 拿手啊 一捂 这个白布的袜子 就把自己 没有鞋的这只脚啊 给捂住了 再瞧贵公子啊 乐乐 嬉嬉而笑 就是把她的绣鞋 放在自己的鼻子边上啊 那意思 这么提鼻子一闻 旁观的这些无赖呀 哎呦 可高兴了 趁机可就哄起来了啊 好香啊 给我们也闻闻哪 木逸呢 满脸陪笑 可就过来了 公子 您尊姓大名 公子一乐 哎 不必说了吧 转身 有手下从人伺候着就 喷上了锦袍 又像红衣少女 忘了一眼 把绣鞋放到怀里头 这会儿 这会儿 天上一阵风紧 飘下来 片片雪花 闲人当中啊 就寒起来了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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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逸说 我们住在西城大街 高升客栈 就请公子一起去谈谈吧 公子说谈什么呀 天下雪了 我得赶紧回家呀 木逸一听 哎 您既然生了小女 咱们有言在先 自然将女儿许配于你 终身大事是岂能马虎 公子温听 哈哈哈哈 我们不过是拳脚上玩玩 倒也有趣 招亲嘛 哈哈哈哈 多谢 多谢